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最新现场马上来关系的是 美国华府海军系统总部 在16号上发生了一起重大枪击案件 目前已经有一名非洲裔男子 持枪行凶造成12人死亡 而枪手本人也遭到击毙 最新状况如何 立刻把时间交给华府的特派记者 张国华为大报道 小倩 现在华府的民众 经过非常令人震撼的一天之后 已经进入了晚间 但是对很多民众来说 尤其是对那些无辜的 伤亡者的家人来说 他们又会过一个不眠之夜 现在目前警方在全力的进行调查 那目前要调查的 有两件事情最重要 第一 这个已经被击毙的这位凶贤 到底有没有同伙 那目前这个警方是在找一个 大概50岁左右的非洲裔的男子 这个人被目击证人看到 持枪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还没有着落 第二个警方在紧张的调查 凶贤开枪的动机 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对这个华府的民众而言 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说 其实美国的枪击案很多 我们之前看到美国康州 有校园枪击案 出恐怖分子的袭击 但是目前所有的证据 都没有这方面的 都没有恐怖分子袭击的证据 所以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刑事案件 这件事情也让华府草木皆兵 那么不久前 在白宫就发生了 又有一声爆炸声 大家都很紧张 都大吃一惊 那么以为又发生新的枪击案 后来发现 是有人朝白宫丢了一个鞭炮 那鞭炮想起来很像枪击 所以大家是虚惊一场 华府现在呢 这个枪击案本身 已经结束 照查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 那大家是希望说 警方能够找出凶险的动机 最好还要找出他的同伙 或者到底说 有没有同伙这样一个证据 压见 好 非常谢谢国华 带给大家的第一手资讯 这当中呢 到底有没有其他共犯动机为何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是 所谓恐怖攻击事件的部分 当然都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与厘清 我们稍后也会持续了来带你掌握